好,在看完了生死段隘之后,咱们来看看第六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I am always amazed when I hear people saying that sports creates goodwill between the nations, and that if only the common peoples of the world could meet one another at football or cricket, they would have no inclination to meet on the battlefield. 这句话比较长,咱们先来看看这句话, 语法成分的分析。 句子很长,但句子主干结构,主句特别短, 就一二三四这四个单词, I am always amazed, 我总是觉得非常奇怪。 在什么时候呢? 从when从句开始,一直到句末, 整个这一大片黄颜色的都是一个when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 只不过时间状语从句里面成分比较复杂。 咱们分一下,时间状语从句里面说, when I hear people saying,当我听到人们在说, 这个saying是跟前面那个hear构成固定搭配, 听到某人正在做某事, hear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听到人们在说,说什么呢? 后面那个that, that sports creates goodwill between the nations, 这话横线的部分明显是做saying, 它这个里面动词say的编语, 编语从句。 然后and后面引出第二个病类的编语从句, 这个that开始一直到句子结束, 画横线的部分,跟前面这个that从句是并列的, 都是做前面saying里面动词say的编语, 所以两个并列的编语从句, 我们知道两个并列的编语从句, 尽管都是用连词that引导, 但是第一个that有的时候可以去掉, 它没有起义, 但是第二个that不能去掉, 因为去掉之后, 我就不知道后面究竟是从句, 还是主干结构了, 所以这个that是必须加上的, 加上之后我才知道, 哦,它也是做say的编语, 然后看第二个并列从句里面成分又很复杂, 并列从句里面又迁套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这个if only, 就是要是或者如果怎么怎么样, 这个并列从句里面的协体字, if only the common peoples of the world could meet one another at football or cricket, 好, 这个部分是条件状语从句, 是迁套在宾语从句内部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或者从宏观来看呢, 是迁套在时间状语从句里边的, 宾语从句里边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它是多重复合句, 它如果世界上那些常见的民族, 注意people, 如果表示人的话是不能接爱死的, 表示人的话本身就是复数了, 它表示民族是可数名词, 而people是一个民族, people就是很多民族了, 那常见的民族怎么样呢, could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相见的话, 这为什么用could而不用can呢, if only在往往后面更虚拟去的, 而这个句子里的主干结构呢, 就是我们宾语从句里面的主干结构, 这if only不是宾语从句千套的条件状语从句吗, 宾语从句里的主干结构在这呢, 他们就指这些common peoples了, 这常见的民族, 他们would他为什么没有用will呢, 这其实是虚拟去的, 就是虚拟去里面, if only就相当于虚拟去里面的if从句, 后面呢, 就相当于虚拟去里面的主句, if从句里面与现在事实相反, if从句用一般过去时, 必动词一般用wore, 主句中呢, 可以用would, should,could,might, 所以原来if only本来应该用can倒退成could, 而主句中用的是would标准的虚拟些, 他们就将we呢, 在战场上兵容相见了, 这个have an inclination to do, 咱们生死中讲过了, 有意做模式, we呢, 把那个an inclination, 那个an官词换成no就好了, 无意做模式, 这整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那个动词, I am always amazed, 那为什么不用I am always surprised, surprise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本文中用amaze这个词呢, 更准确一些, 这个amaze它也是表示使某人这个惊讶, 使一动词跟surprise动词用法一样, 但这个amaze呢, 有些特别的强调, 因为amaze这个动词一般多强调, 令人迷惑不解的这种惊讶, 就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本文中有这个含义, 就是我听到这种话之后, 我一直迷惑不解, 说他们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体育比赛只会增进仇恨呢, 怎么能够增进这个建立友好关系呢, 他们人为什么会这么傻呢, 迷惑不解, 为什么呢, 特别好记, 因为我们三册里就说过, 这个amaze单独就是一个词汇, 但amaze并不是指, 哎呀,amaze大妹子跟那两回事, 这个amaze的做名词是迷宫的意思, 前面amaze一座迷宫近几乎就迷惑了吗, 使某人迷惑不解的惊讶, 用这个词更好一些, 这个有据为证, 咱们看新看见第三册的第三课, 《无名女神》里的句子, 也是用在这个场合, 你看他怎么说, 当这些考古学家把这些碎片拼装起来之后, reconstruct就重新拼到一块了, 他们惊讶地发现, BMA他们觉得很惊讶, 后面动词不定是to do, 是做原因状态的, 因为发现这个是惊讶, 就发现惊讶地发现什么呢, 这个女神原来竟然是一个非常摩登的女郎, 这女神像我们知道好几千年了, 但拼起来之后, 我们一看那个眉毛那个脸, 那个鼻子那个眼, 模样装个穿着打扮的, 头型那个发饰, 穿着皮鞋, 咱们一看就是lady gaga, 这怎么回事呢, 考古学家们在这是不是迷惑不解的, 怎么回事呢, 几个人蹲在那, 我挠到你脑袋, 你挠到我脑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也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动不清楚了, 这是迷惑不解用amaze, 本文中也是, 我一直搞不清楚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 迷惑用这个是最合适的, surprise这个词是万用的, 实惊讶它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所以它用的最宽泛, 我们在口语中用它用的多, 我们来不及考虑究竟因为什么原因, 总之使惊讶, 没有任何原因都会用它, 这个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但是呢, 还有像其他一些词, 比如astornish, 这在新干天二次就见过, 也是使惊讶, 但这个词语气比较重, 他一般强调because of something unbelievable, 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是惊讶, 哎呀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呢, 大吃一惊, 难以相信, because of something unbelievable, or incredible, 我们在大声度下, astornish, astornish, 就是难以相信, 不敢相信眼睛了, 对吧, 我们再看看新干天二册第46课, 既昂贵又受罪, 新干天二册的第46课, 他说, he was astonished at what he found, a man was lying in the box, on top of a pile of woollen goods, 这个就是飞机到了目的地, 这个搬运工程的卸货, 发现有一货的一个大货箱子, 特别沉, 他们嘎嘣嘣, 把这箱子盖儿撬开了, 然后他对看到的东西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了, 为什么呢, 原来在乘着一大堆的这个毛汁品之上啊, 躺着一个大货人, 箱子里怎么有个大货人呢, 这是这个存货的箱子, 不敢相信眼睛, 这个时候用as astonished更好一些的强调, 因为难以相信的事情而惊讶, 你看这里用的是恰如其名, 我们在单词有了精准的理解之后, 一方面咱们写作能用的更精准, 跟老外传情达意识更精确, 不至于让对方误会,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欣赏老外写的文章的时候, 更深刻的体会, 对吧, 细腻入微, 那英语是个高级语言, 同一词受用多少, 是语言是否高级的重要标志, 同一词越多, 越能表达细腻的细微的差别, 这种感情, 还有, 史经亚还有这么两个, 含义类似咱们可以一块记, 这个在三册也见过, 先大声读一下, astound, astound, 再看第二个, dumbfound, dumbfound, 中间的b不发音, 那重音在后面, 在里面, dumbfound, 这两个史经亚强调的更简单, 也强调把某人惊呆了, 捏呆呆的发愣, 不知道怎么说, 怎么反应了, 这个多好记啊, 因为stand, 它本来在古文中这个字根, 它就表示石头, stone, 刚好前面就个, 一块石头不动不了了吗, 惊呆了, 这个dumb本来做形容词, 表示哑巴的, found就被发现了呗, 被发现之后我们一看哑了, 看到之后说不出话了, 所以表示把某人惊呆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 怎么反应了, 也是强的大致已经强到惊呆了, 我们在复习新概念三册第十九课, 贵重的宝贝猫, 这个书里边, 三册第十九课, 它说, The police were astounded, when Mrs. Ramsey told them what she had done, 当Ramsey夫人把他做的事情警方说了之后呢, 这些警察们被惊呆了, 就是他花了一千英镑来赎这只猫, 咱们现在觉得一千英镑不算多少钱, 和人币也可能一万来个钱, 但别忘记, 这是一九六几年的文章, 当时英镑是非常值钱的, 这一千英镑警察得挣好久, 才能赚出这个钱来, 什么, 你这猫花一千, 惊得面面相去, 一千英镑啊, 疯了这老太太, 被惊呆了, 你看, 强调把我们惊呆了, 用这个, 本文中文安倍强调, 这个莫名其妙, 搞不清楚, 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在什么时候呢, 当我听到人们说, Wanna hear people saying, 咱们看这边缘从举, 第一个说, Sport, 体育运动, 可以做抽象词不可数了, Create good will, 生死中讲, Create good will, 叫建立友好的关系, Good will不可数名词, Between the nature, 就国家之间了, 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 并且还说什么呢, and that, 我们说这个that, 是跟前面那个that从举并列, 都是做saying里面, 动作say的宾语, 我们说的这里面, 第二个that不能去掉, 再回顾一下, 第二个画横线的that从举, 跟第一个画横线的that从举, 都是做say的宾语, 咱们在三次就说过, 两个宾语从举都用that引导, 即便第一个连次that可以去掉, 第二个也绝对不能省掉, 省了之后, 我就不知道后面这个成分究竟是主干, 还是做从举了, 加上这个that从举之后, 加上那帘次之后呢, 我才知道, 哦, 他也是做say的宾语从举, 跟前面这个画横线的宾语从举, 是并列关系, 所以这个省略不能乱省, 这个记住, 然后看里面又牵涛了一个条件中举的从举, if only, 他说如果呀, 那些世界上那些常见的民族, 在足球场, 板球场可以彼此相见, 在比赛的话, 他们就不会在战场上并融相见了, if only是如果, 或者反正要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if only呢, 它既可以引导简单句, 也可以呢, 引导一个条件中举从句, 都行, 它本身引导简单句也行, 它一般翻译成呢, 对难以实现的愿望的一种惋惜, 它希望是这样的, 但可惜没有, 所以那一般是用虚拟器, 用虚拟器,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f only I were as clever as you were, 这就不说if only I am了, 说I were, 哎呀, 要是我像你那么聪明啊, 就好了, 可惜我没有你聪明, 与事实相反的, 就用虚拟器, 那么if only呢, 跟条件中举从句的时候, 也是用虚拟器, 但是他跟if从句不一样的地方呢, if从句仅仅是一个条件, 而if only呢, 是表达了, 怎么说了, 表达了作者, 对这个条件的发声, 寄予了厚望, 但可惜没有发声, 非常希望他能发生, 哎, 要是这样就好了, 继承了这个含义, 只不过这个时候呢, 他依然用虚拟器, 用虚拟器的时候呢, 他的搭配跟if从句的虚拟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对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话, if从句, 用一番过去时, 必动词都用or, 主句中呢,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样的轻弹动词, 后面加动词原型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 if only是引导, 这个条件状欲从句了, 他怎么说呢, if only they were here now, we would be able to celebrate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我说, 哎呀, 要是他们现在在这儿可好了, 我们就能够呢, 帮他们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可惜他们不在这儿啊, 这是与事实相反的, 这if呢, 是一个, 这个if only是个条件, 但那个if不一样的是, if仅仅是一个假设, 而if only呢, 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发生, 但可惜没有, 要是他们在这儿就好了, 我们就能够呢, 帮助他们庆祝这个结婚纪念日了, 这anniversary, 就是周年纪念日, 本文中也是, 要是那些世界上长期的那些民族啊, 能够在体育比赛中, 这样这个区见面就好了, 做着希望这个事情能天天发生, 但可惜这种事发现起率并不太高, 要是这样就好了, 还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发生, 所以本文中用的这个, if only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world could, 没有用can, 这个can倒退中一般国是could, 主句中用的还是would, they would have no inclination, 这就好理解了, 好, 那么正是if only, 要是什么什么就好了, 但有的时候阅读真题中出现, only if, only if呢, 它也是条件状语从具, 但only if首先意思不同, only翻译成只有什么什么才, 它继承了if的条件, 但加过only呢, 条件更窄了, 是只有这个发生, 另外一个事情才发生, 而且only if后面一定是跟真实语气的, 它不跟虚拟语气, 咱们看个简单的例子, she will go, only if Peter goes, 只有彼得去, 他才去, 如果彼得不去, 你甭想了, 他不可能去了, 文一的条件, 只有彼得去, 他才去, 只有A发生, B才发生, 这个但是得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呢, 这个only if如果放在具手, 从具放在主具之前, 放在具手了, 这个得注意了, 为什么呢, 咱们新课的三册讲过部分道庄, 如果only放加状语放在具手, 后面得用部分道庄语去, 这个状语不就是, 后面这个if Peter goes, 这个条件状语从具吗, only加上这个状语从具放在具手, 后面要用道庄了, 就主具道庄啊, 部分道庄就是把主动词, B动词, 或者情态动词, 放在主语之前, 中心文义动词, 还放在主语后边, 该怎么说, only if Peter goes, will she go, 注意道庄, only加状语, 本文中这个状语就是if引导状语从具, 后面这个句子中, 要用部分道庄语去, 这是主动词放在主语之前了, 所以only if要注意, 放在具手后面有个道庄问题, 而且注意, 它要用真实语气, 英语中语法文法特别严格, 这个注意啊, 不要搞错, 就好了, 好, 再回到具种, 他说要是什么呢, 要是common people, 我们说了常见的民族, people, 在这是民族, 不可能是人的意思了, 在football和cricket, 本来是足球或者板球, 在这就足球场或板球场了, 上这个彼此在比赛相见的话, 他们就不愿意在战场, betterfield战场, 不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愿意做模式, have an inclination to do, 不愿意, have no inclination to do, 这个在生死中已经讲过了, 这是先提出呢, 这个一般人的一个claim, 一般人的一个声称, 一个观点, 下面呢, 作者给出了自己的response, 作者给他了, 给出自己的一个反应,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语篇模式, 跟这个第五课几乎一样的, 还是我们说过的claim response pattern, 这个模式, 第五课上来先说, 人们总是在谈论年轻人问题, 作者给出了自己观点, 他说年轻人没问题, 有问题也是老年制造的, 本文中第一句话先说, 人们总是认为, 咱们要踢踢球, 打的球就不会打仗了, 下面作者给出自己对他的一个反应,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一看这句话怎么说, 这作者给出的反应, 作者基本上是反对的, 那么语法成分呢, 也不难分析, 我们看到整个even if, 一直到这个hatred是结束, 这一大片黄颜色的, 都是even if引导的一个让步状态从举, 即使或就算怎么怎么样, 即使人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情, even if one didn't know, 这个didn其实在这用的还是虚拟期, 为什么它不是指过去, 就是现在了, 说明我们大家一般是都知道的, 注意这个even if后面可以跟虚拟期, 但even if不见得必须跟虚拟期, 它并不像我们刚才看的if only, if only一般都是表示, 对不可能的事情的一个惋惜了, 它一般都是虚拟, even if可不一定, 在这用的虚拟期, 你看它跟if从举还是一样吧, 从举用一般过程是主句中, one could还是would, should,could,might, 言下之意呢, 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 不知道的反正是少数, 即使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one不能反正一, 也不能一个人, 就是泛指人们就行了, 但one做主语, 后面的位语动词, 还是用单式处理, 主意一致, 从形式要统一, 但翻译成中文反正人们, 就一般的人们了, 即使人们不知道, 从什么知道呢,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是一个这个借词的, 做状语, 修饰这个no, 从具体的一些例子里面, concrete example, 具体例子, 后面括号里可以看到插入语, 补充说明一下, 什么具体例子呢, 你比方说, 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吧, 这样的具体例子里面, 知道, 知道什么呢, that从句开始, 一直到h是结束, 这个写体字, 这明显是一个宾语从句, 做谁呢, 做no的宾语呀, 因为no知道, 他是当习物动词来用的, 后面先跟了一个状语, 后面跟的是这个冰语从句, 因为他这个状语, from concrete examples, 相对是比较短的, 而这个冰语从句相对比较长, 要改变语序了, 先说状语, 后说冰语, 这个大家从句, 当然是the no的冰语, 就是即便人们不能从具体例子, 比如说193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知道国际体育赛, 只会导致疯狂的仇恨的话, 即便真是不知道这个例子的话, 但一般人说他到处都知道, 那么人们, 这个万还反正人们, 人们也能够从一般的原则中, 推导出这个结论, deduce it, 我们讲了deduce a from b, 由必推导出a, 这个固定搭配怎么说了, 这个it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前面避语从句内容吧, deduce tha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ntest lead to orgies hatred, 国际体育比赛导致疯狂的仇恨, 这个事儿就是后面这个that's it, 就好了, 就说明作者对这个问题看法是非常反感的, 认为他是错的, 其实从第一句话里面的amazed, 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来了, 好,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那些具体的细节, 首先就特别注意这个even if和even though, 这个even if和even though呢, 有一些中国人出的语法书里讲错了, 他们说even if等于even though, 这个出现重大的一个错误, even if和even though文一样的地方是两个都是从属联词引导让步状意从句, 但用的场合不同, even if翻译成即使或就算, even though呢翻译成尽管, 即使和尽管有什么不同呢, 即使后面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尽管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比方说屏幕前的同学, 比如说是个女孩子, 你看我对你这么让步行不行呢, 我说尽管你是个女孩子, 但是你比男生更加勇敢, 这个你爱听吧, 但是如果您是女孩子, 我对你这么让步行不行, 即使你是个女人, 这你非抽我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even if是个假设的情况嘛, 而且even if后面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跟虚拟一起, 像本文中就是假设的情况啊, 说明大多数人都知道, 即使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但是even though, 后面一般都跟真实语气, 它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就要尽管, 你看这个阿尔克教授, 就是英语权威啦, 他举的一组例子, 非常说明问题, 大家看这两组例子里边, 主干这个结构一样, 从举内容一样, 但连次不同, 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看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even though you dislike ancient monuments, Worway Castle is worth a visit, 这个翻译尽管, 尽管你不喜欢古迹, 但沃利克城堡还是值得一去, 这个 ancient monuments不能翻译成古代的纪念碑, 就是名胜古迹的意思, 那么Cork在这说, 这句话发生在两个朋友之间, 这个朋友跟另外一个人说, 两个朋友相识, 很久了了解你的情况, 我知道你不喜欢古迹, 我说尽管你不喜欢古迹, 但沃利克城堡还是值得一去,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但看下一句, even if you dislike ancient monuments, Worway Castle is worth a visit, 大家注意这个even though里面, 用的是真实语气, 我们说了, even though未必非得用虚拟语气, 除非是情况非常非常不可能的时候用虚拟, 本文中表示非常不可能, 因为它表示一般人都知道, 即使你真的不知道, 但这里面用的是真实语气, 即使你们不喜欢古迹, 但沃利克城堡还是值得一去, Cork解释, 这句话是发生在导游和游客 之间的对话, 导游不晓得游客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即使你们之中有人不喜欢古迹, 但是沃利克城堡还是值得一去, 就是我不知道你究竟喜欢还是不喜欢, 注意,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这两个让步不要搞火了, 即使就算还有尽管是不一样的, 本文中用even it完全正确, 因为作者不知道读者知道还是不知道, 即使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他如果用even though, 这个地方逻辑就错了, 所以英语中啊, 这个从文法从逻辑要求, 往往比中文更加严格, 好, 再回到这个从据里面来, even it won, 我们说了就是饭指了, 人们来, 即便人们呢, did know from concrete examples, 即便你真的不知道, 就从一些具体的例子里面, 这个具体的concrete, 在三册的第十七颗讲过, 它本来作名词可以表示混凝土的意思, 就盖房子混凝土, 作形容词的话, 就是具体的, 这个时候可以换成solid, solid咱们前面讲过, 可以表示什么立体的, 固体的, 实心的, 什么等等等等的派生意, 就是具体的确凿的, solid examples, concrete examples, 一样, 就具体的例子, solid conditions, concrete conditions, 就具体的情况, 当地具体的条件, 具体情况, 这是具体的, 这两个词可以替换, 作形容词是, 表示这个含义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olid, concrete, 叫具体的, 我们经常还说抽象的, 抽象的用这个词就好了, 大声读一遍, abstract, abstract, 注意, the accent 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中音在第一个眼前, 我们经常说, beauty itself is abstract, 美本身是抽象的, 具体的和抽象的, 注意, 这个答配不要搞错,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文中, 后面说, 哪个具体例子呢, 作者给了一个这个例子, 比方说吧, 咱们看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个咱们给一个大致背景, 为什么说36年的奥运会呢, 这奥运会比较特殊, 就是希特勒在在位的时候, 那个特殊的奥运会, 咱们看为什么增进了仇恨, 这个36年奥运会就是, the 11th Olympic Games in Berlin, when Adolf Hitler was in authority, 这个1936年奥运会, 就是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 我们看到奥运会的奥运会, 奥运会的奥运会的奥运会, 奥运会讲过了, 必须负数, 当时呢, 阿道夫希特勒, 这个纳粹, 当时正在当政, 正在在位, 在当政, 叫be in authority, 就是固定搭配, 那为什么增进仇恨呢? 咱们接着看这期奥运会的背景 It was a historical mistake,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选在柏林举行, 是个历史错误, 为什么呢? The Nazi government saw the Olympics a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ir fascist ideology, that was to purify and strengthen the dramatic Arab population. 他说这是一个历史错误, 为什么呢? 纳粹政府, 注意这个纳粹, 不要读nazi, 这是个外来词, 中间这个字母z发ts, 这个声音, 在单词中间发ts, 特别少见, 我们大善来读一下, nazi, nazi, 在中间发ts的非常少见, 你想, 这个吃pizza, 就不能读pizza, 而pizza, pizza, 不是pizza, 还有瑞士就sweetland, sweetland, 中间发ts, 这nazi, nazi政府, 是个说不能反正看见了, 因为后面有个借词s, 跟它搭配, CASB, 咱们三册也说过, 把A看作是B, 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s, 就等于Olympic Games, 可以缩写成Olympics, 一样的, 也是这奥林匹克运动会, 看作是一个golden opportunity, 咱们三册十二课也讲过, 叫金子般的宝贵的机会, 做某式的机会, 后面在Tudu, 来去推广, 或者去推销, 他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Fascist, 做名词, 叫法西斯主义者, 做形容词呢, 叫法西斯主义的,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词, Fascist, 如果法西斯主义呢, 就把这后面的T, 或者M就好了, Fascism, Fascism, 把ST, 或者SM就好了, SM好像不好听, 就把T, 或者M就好了, 这个ideology, 叫思想体系, 叫a system of ideas, 它叫这个思想体系, 你像马克思主义思想, Marxist ideology, 也是用它, 这一个体系的思想, 它而不是一个两个的idea, 然后呢, 这个法西斯主义思想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 that was to, 可以看到前面, Fascist ideology, 同位从具了, 大定导, 对吧, 那就是要干嘛呢, purify, 就进化, 加强, 德国的Aaron, Aaron在这可以表示亚利安人的, 对吧, 亚利安人的这个血统, 就是把亚利安人的这个民族, 这个人口把它进化, 并且要加强, 把那些异族的, 那个异族的, 有些犹太人, 把它清除出去, 甚至把它杀光, Hitler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advertise the blonde hair, blue eyed Aaron, racial superiority, 这个希特勒这个家伙啊, 他希望能够利用呢, 这个机会, 来宣传那些金发碧眼的, 亚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 这个利用叫take advantage of something, 固定搭配, 然后呢, 这个宣传宣扬, 就用做广告这次好了, 我们大声再度下, advertise, advertise, 宣扬, 金发的, the blonde hair, blonde, 不是跟golden不一样, golden这是金黄色的, 像金字一般的, blonde, 我们翻译成淡金色的, 就介乎金和银之间的这么一个颜色, 我们看一个女孩子, 你看这淡金色的, 头发又像金又像银, 他们认为这种女孩子是血统最纯正的, 你看在即便在当代一些欧美的名门望族, 他们在找儿媳妇的时候, 也希望找就是blonde hair, 就是淡金色头发的, 就我们看到我们买那个芭比娃娃那个头发, 它就不是黄橙橙的这个像黄金一样, 这个也不好看, 介乎金和银之间的淡金色, 叫blonde, 还有蓝色眼镜, 就闭眼的, 并不是闭着眼, 就这个微蓝色大海一样的, 然后亚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 就优越性嘛, 它更高级的, 不是形容是superior, 对吧, 来宣传这个东西, 但很有趣的是, ironically, 讽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是怎么样呢, American black athlete Jesse Owens was the star of the 1936 Olympic Games, who won four gold medals,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的黑人运动员的杰西欧文斯, 是36年奥运会最耀眼的一颗大明星, 他一人读得四枚金牌, 而且这四枚金牌都是陈甸甸的田径比赛的短跑项目金牌, 我们田径比赛的短跑可以说是体育运动之王, 你像这个在08年奥运会, 大家都盼着刘翔拿那匹短跑的金牌, 110米蓝, 因为田径比赛短跑, 王宝贝认为是体育竞技之王, 大家最看重是百米冠军了, 对吧, 这个杰西欧文斯是在田径比赛独得四枚金牌, 但是呢, 你本来要宣传金发碧眼的亚历安人的优越性, 结果一个黑皮肤的人是耀眼的明星, 结果他没有得逞, 我们说this made Hitler disgraced and increase his hatred towards other nations, 这使得希特勒觉得很丢人, disgrace就是食谋人丢人, 并且增加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仇恨, 所以这届运动会没有建立友好关系, 而是增进了仇恨, 所以举着这个例子, 即便你不知道这个著名的三六年奥运会, 言下这一通虚拟一切, 就是一般人可能都知道了, 即便你真的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那么是什么呢? 后面这个No, 后面的毕与从俱在说了, 就是Ned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ntest, 就国际体育比赛, 这个contest在这儿呢, 不一定指由裁判组打分的, 咱们说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泛指一般的体育比赛, 甭管是赛跑, 是竞技, 是各方面的都包括了, 也可以专门指裁判组打分的比赛, 在这儿有语境, 就是表示泛指, 所有的体育比赛都行了, Led To当然是导致Orgies of Hatred, 这是固定搭配, 大家可以模仿这些, Orgies of, 有时候也可以用An Orgy of, 叫疯狂的或过分的, 某个行为做得过度了, Orgies of, 或者An Orgy of, Orgies of表示很多次发生, An Orgy of是一次性的行为, 本文中呢, 这个体育比赛呢, 多次发生, 每次比赛都会导致风生仇恨, 所以用复数更合适一些, 这个Orgy呢, 本来是表示, 在古希腊古罗马当时一种聚会, 这是一种纵酒淫乐的聚会, 很多青年男女疯狂的喝酒, 然后疯狂的做爱这种, 当时纵酒淫乐的这个聚会, 就非常的放荡, 缺乏自制力, 后来就用Orgy这个词表示, 疯狂的, 过分的, 没有节制的, 过分的做模式, 我们看一些例子, Orgies of Hatred, 叫疯狂的仇恨, 本来没有这么大仇, 但因为这个体育比赛, 疯狂的想杀死对方这种仇恨, An Orgy of Killing, 疯狂的杀戮, 就杀了好多人, 就日本那个在南京大屠杀, 咱们就会用这个, 当然也可以表示, 比如说看这大费, An Orgy of Spending Before Christmas, 在圣诞节前疯狂购物, 把信用卡都刷爆了, 都不管能不能还得上了, 过分的花钱了, 就疯狂的, 过度的过分, Orgies of, 或者单数用An Orgy of都可以, 这个顺便可以寄诉, 我们见过这大费之后可以放心用了, 但有替换, 这种疯狂的过分, 过分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以后另外两个名词, 就叫Bench和Spray, 也可以表示过分的行为, 这个呢, 我们一般也用在固定搭配里面, 我们先把中心的名词先读一下, Bench, Bench, Spray, Spray, 注意不要都Spray, 因为S, 后面声带要震动, 有P, 变成P, 在里面, Spray, 好, 它一般用在固定搭配, Go on 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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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ch, 或Go on 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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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ay, 前面将修饰语就好了, 比如说, He went on a drinking bench, over the weekend, 这个男的在周末期间纵情饮酒, 喝了很多酒, Go on a drinking bench, 可以这么说, 同样的, The girls went on a shopping spray on Saturday, 这些女孩子在周日的时候疯狂购物, 你看也可以这么说, Shopping, 这个Spray, Spray和Binge, 这两个名词可以替换, 搭配是完全一样的, 叫疯狂的, 过分的, 不加截止的总模式, 这几个搭配还是看过之后, 咱们就可以放心用了, 好, 再回到剧中, 他说这个国际体育比赛呢, 只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即便你这个不知道这点的话, 我们one could deduce it from general principles, one还是犯指人们了, 人们也能从一般的原则中, 推导出同一个结论, 我们说了deduce我们的it, 就是指代的, 国际体育比赛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这作者给出了对于这个, 人们的claim一个respond, 作者的反应, 好, 第一段到这里结束, 第二段要写什么, 我们自己都能推测到, 我们墙上面有claim, 有做的response, 光有个response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在下面, 作者给出理由, 要举些例子, 来证明国际体育比赛, 根本不能建立友谊, 而只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他下面要摆诗时讲道理了, 好, 第一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对, 对, 谢谢观看